再看在今天的外交部旅行发布会上 有记者指出 近日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继续增加 但中国境内治愈率持续提升 新增病例和疑似病例连日来都维持在低位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就此介绍了中方 近期在同有关国家分享防控经验和诊疗方案上的相关工作 昨天下午 中国外交部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 举办了与阿塞拜疆 来俄罗斯 格鲁吉亚 摩尔多瓦 亚美尼亚 土库曼斯坦 以及上河组织秘书处 新冠肺炎疫情专家视频交流会 来自国家卫生健康委 及外交部海关总署 中国驻相关国家使馆代表 中国疾控中心 北大医院等技术机构的专家 相关国家 外交和卫生部门 驻华外交机构 卫生领域专家 及有关国际组织代表 参加了视频会议 中方专家全面介绍了中国疫情发展形势和防控救治等经验 各方就防控措施 诊弹删查 实验室检测等方面内容进行了深入交流 并表示将进一步加强信息交流和协调行动 共同维护地区和全球卫生安全 此前中方和欧盟也举行了两次视频会议 就疫情防控工作深入交流 此外外交部和有关驻外使领馆 和中国在当地人员的情况 积极开展领事保护和服务工作 如果遇到紧急情况 我们希望海外的中国公民能够及时向当地政府有关部门求助 并与中国驻当地使领馆联系 发言人还表示 如果疫情进一步发展 中国在当地人员的健康安全受到严重影响 中方将采取必要的措施 积极协助和安排他们回国 总团要是记者 北京报道